好,我们继续,我们矩阵的相似,刚才我们讲了定义,以及相似的满足的三个关系,反身性,对身性,传递性,它是一种等价关系,现在我们来讲一下矩阵相似的一些比较好的性质,先讲第一个,我们把它做一个定,一句话,也是一句话,相似的矩阵,有相同的特能值, 相似的矩阵,有相同的特能值,其实我们讲特能值和特能限量的时候,还讲过转置矩阵,跟原来的矩阵有相同的特能值,但是特能限量不一定一样,相似的矩阵也有相同的特能值,但是特能限量,注意特能限量,一般是不相同的, 就是说特能值是相同的,好,来证明一下这个结论,注意这个结论是相似的矩阵,有相同特能值,但是反过来是不成立的,如果有相同特能值,那这两个矩阵不一定是相似的,我们要判断两个矩阵是不是相似的话,不能把特能值相同作为一个充分条件,它是一个必要条件,但是不是一个充分条件,好,我们来证明一下,注意反值不成立, 假设A和B是相似的,那就是说B呢,可以写成某个P-1AP的形式,P呢,是可逆矩阵,就是以致条件,A和B相似,我来证明一下,A和B,它的特能值是一样的,方便把它的特能完整写出来, 我实际上还是跟转质的时候证明一样,我如果能证明这两个方程是完全一样的,那它的根,也就是所谓的特能值,当然是一样的,这两个方程一样,也就是证明它们的特征多项式,这两个行列式,展开以后是完全一样,或者证明这两个行列式完全一样, 比较证明一下,Landa-I-A,是不是等于Landa-I-B呢,既然这里面B等于P-1AP,所以我勾到一下,怎么把A左边称一个P-1,右边称一个P,就变成B了,所以我可以这样,可以把这个整体作为一个矩阵的话,我把它左边称一个P-1,右边称一个P,注意,我说这两个行列式相当, 这是为什么,因为这个行列式三个矩阵相乘,你可以把它展开成这个矩阵,乘以这个矩阵的行列式,乘以这个矩阵的行列式,而P-1的行列式,跟P的行列式,乘起来以后正好等于1,因为我说P-1的行列式,就等于P的行列式分之1,再乘一个P的行列式当然等于1了,所以这两个行列式是一样的,左边乘一个P-1,右边乘一个P,然后取行列式以后是不变的,然后呢,这个我就可以把它,让分配率分进去了,等于P-1, λ2P,就是这个,这一项,减去P-1,A1P,大家看到,我实际上是用两次分对率,不能把它,左边分进去,右边也分进去,这样就得到了,这样一个是,这个呢,I,成不成都一样的,λ可以放在前面,这是P-1乘以P,所以呢,第一项就变成了λ2P-1乘以P, 再乘以R,然后这个就减去P-1,AP,这样是B,P-1,AP是等于B的,这样我就证明了λ2-A,跟λ2-B,它的行列式是一样的,加上行列式一样,特征方程往前一样,所以特征值往前一样,这样我就证明了,这个定义, 但是注意,大家注意,这个反值不成立,就是如果两个矩阵有相同的特征值,它可能是不相似的,我们要证明,我们来举一个反例,反值的反例,就反过来它的逆命题,是不成立的,我们来举一个反例,假设 这个A呢,把它等于单位矩阵,二阶段,单位矩阵,1001,B呢,等于1101,我说A和B,它的特征值一定是一样的,为什么一样呢,我们来证明一下,它的特征值呢,实际上就是把它拉不掉, 拉不掉减1,拉不掉减1,实际上就是拉不掉减1的平方,等于0,它的特征值,两个重根都是1,那同样这个,拉不掉减1,拉不掉减1,这个1乘以后还是0,所以它两个特征值,都是拉不掉等于1,二重的,都是一个二重的特征值,而且都是等于1,特征值完全一样,那我们证明一下,它俩不相似,假设,我们假设A和B,要相似的, 假设,与A相似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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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矩阵,我随便给一个矩阵,假设C,如果它与A相似的话,我们应该得出什么样的,假设C,是与A相似的矩阵,我们就会得到,P-1,A,P,会等于C, B然存在一个P,是P-1,A,P,是等于C的,好,A呢,A我们说就是单位矩阵I,所以你会得到C呢,必然是等于I,你把这个A带上I以后,虽然没了,P-1乘以P等于I,所以C一定等于I,如果一个矩阵C,与A相似,它一定等于I,而这个B呢,它不是I, 不等于B,所以B与A,不相似,这个法例也就告诉你,与A,就是A是一个单位矩阵,与单位矩阵相似的,只能是单位矩阵,所以这个矩阵也可以说,与I相似的,相似的矩阵,只有I,与单位矩阵相似的矩阵, 一定是单位矩阵,当然刚才我们都看到了,因为单位矩阵乘一个P-1再乘一个P,又变成它自身了,不管这个P取什么值,所以与单位矩阵相似的,只能是单位矩阵,而这个B呢,它显然不是单位矩阵,所以A和B是不相似的,但是它两个特征值是一样的,这也就说明了这个定理,反之是不成立的,好,相似的矩阵呢,不光有相同的特征值,相同的特征值,当然是它的一个,可以说是一个相似的一个必要条件, 但是不充分,我们刚才说了反之不成立嘛,所以它不充分,所以这个相同特征值这个条件呢,是相似的必要条件,它不充分,相似还有很多必要条件,但它是充分条件,我们很难找到,但是它有很多的必要条件,它不光有相同的特征值,它有很多相同的东西,我们待会儿呢,再把它,别的相同的东西,来说一下,好,刚才我们讲了相似矩阵的一些性质,就是相似矩阵,它有相同的特征值,特征值是完全一样的, 先让我们再讲几个相似矩阵,相同的东西,都是一些必要条件,都不充分啊,可以当成定理二嘛 相似矩阵,有好多东西相同,第一个,叫相同的质,证明一下,相似矩阵,有相同的质,它是一样的,好,我们把证明写在这边, 证一,假设A和B是相似的,A和B是相似的,我来证明一下,它两个质是一样的,首先B因为和A相似,所以它可以写成P不一AP,所以我直接可以得到2B等于A,这是为什么呢,其实是我们用了前面一个定理,我们知道,一个矩阵A呢,它如果乘以一个科技矩阵, 不管是左层还是右层,都不改变它的质,只要乘的是可逆的就可以,实际上我们前面还说过,如果是左层的话,只要裂满质就可以,右层只要航满质就可以,所以左边右边P和P-E都是可逆的,所以每次相乘都不改变质,所以最后B的质和A的质是相同的,所以这个性质还比较容易正,第二个,有相同的行列式, 相等的行列式吧,相等的行列式,这个也不难证,因为B等于P-1呢,P-1AP呢,所以两边都选行列式,B的行列式就等于P-1AP的行列式,而这个我们刚才说了,它是三个矩阵相乘的行列式,可以把它分别写出来,这两个P-1的行列式跟P行列式相乘,这二是等于1的,所以, A的行列式,这个也不难证,第三个性质,它有相同的可逆性,如果他们可逆的话都可逆,或者如果不可逆的话都不可逆,或者不可逆性,就是说如果A和B相似的话,那其中一个可逆,另一个也可逆,其中一个不可逆,另一个也不可逆,相同的可逆性和不可逆性,并且,并且如果可逆的话, 并且可逆时,A-1和B-1也是相似的,好,我们证明一下第三个结论,首先相同的可逆性和不可逆性,这个有第二个性质,直接得到,因为他们的行列式是一样的,那行列式如果有一个等于0,另一个当然也等于0,如果有一个不等于0,另一个当然也不等于0,所以第一个性质是很明显的, 关键来证明一下可逆的时候,A-1和B-1也是相似的,因为B-P-1,AP,两边都取一下逆,这边变成了B-1,这个变成了P-1,AP的-1,注意这是三个矩阵相乘,然后取一个逆,把它分开的时候,把它逆放进去的时候,应该是顺序正好倒过来, 它这些,P-1,然后接着它,A-1,然后最后这个P-1,放在这种P-1的-1,简单说的是等于P-1,A-1,P-1再去负一是P,所以B-1和A-1相似,A-1和B-1是相似的,好,第三点性质,第四条, 它们还有相同的G,大家还记得G的概念,好,上一章刚讲过了,G呢就是对角线上元素的成绩,好,我们要证明一下第四个,就证明一下,对角,矩阵A它对角线上元素,跟矩阵B对角线元素成绩一样,这个其实也好证,因为我们知道G,A的G呢,I等于1等于N, A,它应该等于它的所有特征值,在和,那同样,既然它们的特征值是完全一样,我们第一个性质,前面那个定理刚才说了,定理1,定理1说了,相似矩阵有相同的特征值,所以特征值是完全一样,那B的特征值也是这些,所以它也等于B的G,这样就证明了,A的G和B的G是一样的,实际上由这个,所有特征值, 特征值都一样,你也可以得到行列式一样,因为我们知道,行列式,它实际上是所有,所有二等一到N,所有特征值的成绩,从这个方面,你也可以证明这里面的第二条性质,相等的行列式,就是因为它行列式等于所有特征值的成绩,而所有特征值都是一样的,所以成绩当然也是一样的,那也等于B。好,矩阵相似的,讲个定理,我就讲这么多。 感谢观看